这只是一处普普通通的山峰 对吗 但很快 它就不普通了 因为大自然拿起了刻刀 将它雕刻成中国最奇葩的景观 洋原石 高达28米 直径约7米 唯妙唯孝 不止如此 这里还有群像过江 有海豹杨首 有高僧的僧帽 还有名士的茶壶 这就是位于广东韶关的世界自然遗产 丹霞山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典型 最丰富的丹霞地貌 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今天 我们就大大方方从科学角度来讲清楚 韶关丹霞山的680多座奇风怪石 和全国的1100多处类似地貌一起 组成了中国千变万化的红色山河 它们共同的名字 就叫中国丹霞 什么是丹霞 首先 它歹是红色 就像是红色的晚霞 看这儿 一层层非常明显 像不像红色的云层 但这还不是全部 如果把整片群山抬出地表 会发现这片红色岩层的厚度 达到近4000米 相当于6个小蛮腰的高度上 全是这样的岩石 如此厚的红色岩层 正是远古河流和狂风 在漫长岁月中积累的身躯 是千万年的呼啸和波涛 丹霞山递出一个盆地之中 千万年来 四周山地发源的大小河流 裹挟着泥沙不断向盆地内汇聚堆积 再加上大风吹拂浮黄沙 一层层叠加 其中富含了铁元素氧化变色 便形成了这样巨厚的红色条纹状岩石 仅有红色还不够 还在非常陡才能被称为丹霞 大名鼎鼎的张叶丹霞 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 它不仅严性较软 而且坡度和缓 其实是地貌学中的彩丘地貌 也就是彩色丘陵 而并非丹霞 真正的弹霞 坡度往往大于60度 如此陡峭的护照 来自于一把锋利的磕刀 风化侵蚀的力量 看 这些密集的冲钩 正是今年累月流水不断侵蚀的结果 勾股有时还恰好形成 类似人手指的六指侵膜 或者啤酒瓶 再看这些巨大的时代 也是在风化侵蚀作用下 山体岩石逐渐失伪 崩塌掉落而成 原本巨大的山体 就这样被切割得越来越破碎 有时被塑造为成双成对的姐妹风 有时甚至只剩下 一个个孤零零的石柱 杨元石也正是因此和杨元山分离 那么多数的石柱都呈现方形 或者是不规则的棱角 为什么杨元石恰好被雕刻成了圆柱体呢 因为方柱上棱角部分 往往是受风化侵蚀影响最大的 当漫长的打磨 把一个个棱角磨平磨圆 圆柱体便诞生了 更特别的是 上下叠扎的岩石质地软硬不一 其中软弱岩层比坚硬岩层 风化侵蚀更多 于是便形成了深浅不同的环状 最终在地质运动 风化侵蚀 重力崩塌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下 才雕刻出丹霞山千奇百怪的山体 曾有古人称赞丹霞山 石风奇袖 人海奇观 天下少有 而放眼全国 包括韶关丹霞山在内的上千处丹霞地貌 更是把整个中国都染成了一个万山红遍的国度 可以说如果没有丹霞 中国将失去一片千遍万化的红色山豪 丹霞带来的不只是风景 它就像一堵堵高墙 让山峰几乎变成一座座孤岛 山峰之间则是众多封闭的沟谷 沟谷内水热条件优越 丛林密布 百兽往来 黑渊 豹猫等劣食动物也在这里暗家 这片群山虽然比不上红段山秦岭这样的生态屏障 但依然让新的生命开始了小范围的绝境演化 看 这株个头不起眼的植物 就是只分布于丹霞地貌区域的新物种 和它的亲戚们不同 它有着独特的叶片和花朵 所以植物学家给它取了一个可爱的新名字 丹霞小花巨台 还有这株 也是2025年3月才被认证的新物种 虽然它的果实形状很像一种叫豆梨的植物 但却凭借短小的叶 柄 密集的枝刺 能在干旱的陡坡上立足 被称作昭玄梨 很难想象 这片丹霞地貌还避护了多少我们不曾发现的新物种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没有丹霞 中国将失去一片独一无二的物种王国 此外 早在5000多年前 丹霞山的洞穴就为先民们遮风挡雨 遇寒避暑 后来各地遗民们来到丹霞山 借其陡峭之地势 修筑山寨 躲避战乱 再后来 文人默克们来到丹霞山 张九龄 韩玉 苏氏 杨万里等 都曾在此挥豪泼墨 一览河山风采 无数僧侣道士也来到丹霞山 在天然的岩壁上开凿石窟 迎见四冠 放眼全国 人们对丹霞的偏爱也遍及大地 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基山石窟 世界最大磨牙石刻造像乐山大佛 中国石窟鼻祖 天梯山石窟等等 都是丹霞地貌 因此 如果没有丹霞 中国人也将失去一片精神家园 1927年 中国地理学家冯锦兰来到广东韶关附近 踏刊时 发现了丹霞山的独特地貌 并以当地地名中的丹霞二字命名 自那以后 几代地理学家走遍大江南北 寻找它 研究它 为它建立科学的认知体系 把它介绍给全世界 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 以韶关丹霞山为首的六处丹霞地貌 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并豁名中国丹霞 为何偏偏是中国 或许是因为 只有中国人 会向这种红色岩石 倾注如此热烈的情感 也只有中国人 会赋予它这样一个 富有诗意的名字 那是凝固的晚霞 是常温的大地烟火 那就是中国丹霞 一次经营 euro 必须和需求 不会竟然 mentions